好同学们让我们今天来看到 一年学测自然科试卷生物的第二部分的题目 好同学第二部分的题目呢 叫做混合题或非选择题 这在新的课纲里头算是新创新的题目 那生物里头也有产生一部分这样的题型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但是这边只能说教授们出的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想不管哪一科老师应该都有提供他们的详解或说明 请大家务必要参着的了解这些东西 好首先是三七到四十二题这边呢 跟生物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它主要都是根据化学的部分 还有地科的部分来出题 那基本上比如说像四十二题的地方 同学说老师这不是生物学的吗 其实整个来讲还是以地科那边的概念为主 或者是化学那边的概念为主 好所以我们就不看它了 来我们赶快把图片的课程的内容放到 第四十六到四十八题 好四十六果不其然 来新冠肺炎出了 那新冠肺炎本身出出来之后呢 它能够从里头做什么文章 来去年已经大满贯 我们在分科测验 去年叫指考全部都有 好那学测今年再出 我觉得还是不足为奇啦 来看COVID-19 SARS-COVID-2导致的传染性的肺炎 让全球引发大流行的疫情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生物学知识 回答下面等的问题 首先请看四十六题 图十九呢 为冠状病毒RNA中核甘酸的模式图 同学已经强调了 它是一种RNA病毒 所以请问同学 RNA病毒它是核糖核甘酸所组成 那根据图片的描述 下列合者正确 首先甲为什么 磷酸基 这个是对的 好甲这个是磷酸基 而且这边只给你画一个 请问这是我们刚刚的磷酸件 这样就没有了 好再看B 以为去氧核糖 同学错 RNA了 所以不可能是去氧核糖 所以去氧要拿掉 好再来看到C B呢 可能是包密钉 好包密钉是什么 C嘛对不对 好C有没有可能 C当然有可能 请注意 RNA当中只有 AUCG 所以不可能有的东西叫做T 缺T 好再来看到 猪 饼可能是鸟粪瓢 好这个也可能 好再来 1 饼不可能是尿密钉 尿密钉就是U 好那当然1 这个就错 所以正确答案是 AC猪 好我们写上 来 再看到第二 四七题 有关冠状病毒在目前三域生物分类系统归类的叙述 哪些正确 好那同学是这样的 请看第一个A 好这个病毒它本身长度呢 通常小于一个micrometer 因为它太小 所以导致于 它并不属于 病毒并没有纳入所谓的生物分类系统 这么说好了 同学病毒 它本身是9米等级 确实是小于1micrometer 再来 它其实还是可以纳入所谓的分类系统当中 但是我们并不承认它直接是生物 我还是你去查一下病毒 你还是发现 它还是有一些什么科啊 什么什么病毒科 好那再来看我们学名 有的还是有哦 但是它并不属于真正的生物 所以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太小 很小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是因为 它没有完整的细胞的构造 然后再来呢 它也没有完整的一些生理代谢现象 这才是它真正并没有被纳入所谓的 生物分类系统当中的主要原因 所以A错 再来看B 它的核心没有DNA 也是因此被排除在 分生物分类系统之外的主要原因 同学这个也不是问题啦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没有细胞的完整构造 也没有完整的新陈代谢 好再来看C C才是最主要 它缺乏基本的细胞构造 细胞膜细胞质 再来最多就是像真核有细胞核 那个才OK 好再来看猪 这个病毒的基因重组现象相当高 故叫不适用于分析同源结构来重建极演化关系 好这个选项写得非常的复杂 首先第一个 重组的现象 同学它通常来讲 我们病毒视为是突变 突变 好突变为主 那会不会重组 会 那重组的原因是来自于说 它今天如果跑到你的细胞里头的时候呢 有可能本身会再接上一些其他的遗传的片段 好 这的确是有可能的 那所以我并不觉得它重组现象高 我觉得它应该是突变高 重组现象但是比起A跟B来讲 猪还算可以啦 语意并没有很好 那故叫不适用于分析同源结构来重建极演化关系 通常来讲 病毒即便它有重组它有突变 好 那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去分析它的演化关系 只是东西来讲 重组的比较多 就变成比较不容易去抓说 那边的序列是同源的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状况 好 所以呢 它 它猪选项虽然整体叙述有点模糊 而且没有非常的轻 就是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指到重心 但是比起A跟B来 还算是勉强可以的选项 所以猪暂时我先勾起来 好 再来看到1 目前来讲SUSCOME2没有使用恶名法作为学名 是目前尚未将它纳入生物系统的主因 再强调一次 纳不纳入系统是一回事 只要你纳入我就给你学名 所以请注意1的部分是因果颠倒了 那入生物系统我就给你恶名法学名 给学名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好 所以这题答案C跟猪 虽然大考中心也这样公布 但再强调一次 猪并没有很好 甚至在第一时间公布答案的时候 补教还有些老师认为猪是错的 那同学这么说好了 A B E相当的明确先砍掉 再来C跟猪就把它选下去 生物科确实这种考题 每年都有 不要太在乎说 我一定要得到完全正确的答案 那才是OK的 有点难 生物每年都有几题 有这样的毛病在 好再看48题 同样48题不错 来 分析病毒的完整基因体 并以来自病毒的 蝙蝠的病毒RNA 作为亲缘关系网络图的根 好 那这个根呢 可能就是在Y的地方 好 或者说更原始的地方 来我们照照看 这边 这边 他有给他有给 那这边就不能乱讲了 因为来讲 看起来Y它是延伸出去的嘛 但是根已经讲说是蝙蝠的 那就只能说在这了 好 线段长度代表 RNA序列的差异程度 同样状况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段的序列是 ACCGUUCCA 好 另外一段序列呢 这是ACCGAUCCG 好 同样这边请问差了几个 有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 有两个核甘酸含氮减基 序列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能就说 当你差异有两个的时候呢 好 我们就成为多少 0.01 那等于0.02 那我们就说mm这样子 这有点扯啦 0.02cm好了 这样还勉强可以 好同意也就是说 上面的 你看到这每段的长度 比如说从Y这边发出来到柄 从Y这边发出来到乙 然后你拿一把尺去量 好 假设 我是假设 假设这边是3公分 假设这边是2.5公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上面3公分差了几个 3公分可能就差了300个含氮减基的序列 2.5公分可能就差了250个含氮减基的序列 也就是说你这个 那个那条线如果越长 就代表你们两者之间的 和氮酸含氮减基的差异越高 好那同意 荧幕上的数字全部都是我的假设 全部都是我的假设 我并不晓得它真正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做计算 但是诡议可以肯定的事情是 再强调一次 距离越远 代表图片的差异越多 距离越近 就代表它图片的差异越少 好这样的概念OK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图片的资讯呢 画一个蝙蝠 R A X Y Z的分支关系图 好同学请看这个是蝙蝠在这 蝙蝠当核心 用红色的好了 蝙蝠当核心 请看谁最靠近它 最靠近它就是X 其次是谁 其次是Y 最后一个是Z 好那同学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下面这张图填上去了 怎么填 很简单 这张图填出来就是X最靠近 然后再来是Y 再来是Z 好同学请注意 其实在左边这张图上面 Y跟Z 它并没有明显的画出来说 谁的距离比较远或比较近 也就是说在图片上 很多老师会视为 这两段是相等的 这两段相等 但是我其实觉得看一看来讲 我还是会觉得尽量把Z 写在最右边来彰显说 它是一个比较远的状况 那同学这个东西呢 叫做演化数的图 我说明一下一个重要的状况 演化数的图 其实你不要看左右的距离 我们要看距离指的是这一块 比如说我要知道 蝙蝠跟X的距离 那我会看到的是这一个片段 好这一块 那假设我要看的是 蝙蝠跟Y的距离 我要看的是这个片段 所以原则上我可不可以改变图形 可以哦 同意这个图形是可以改的哦 来我重新改一下图形给你看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把线段的长度画好 再画一次 X Y Z 然后它可不可以旋转 它是可以旋转的 比如说我再画一次给大家看 好 假设这边是蝙蝠的 注意哦 这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 X在这 好 然后再来 再来可能这边就可以改成Z 这边改成Y 同意请注意 这两张图是相等的 还可不可以再重画一次 可以啊 可以 我再画另外一张图给大家参考 来 一样是蝙蝠 我先把它一样放在最右侧 好 再来请看哦 好 这样也可以哦 这样也可以 那X就在这 然后可能Z啊 Y就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也是可以的 请注意这样的图形 好 再强调一次 总之就是抓到一个基本概念 线段越长 代表你们距离越远 之间的差异图变越多 好 那下面这张图OK之后呢 我要擦掉一些不相干的部分了 好 来 再来事情是 并写出哪一地的病毒RNA 与X和蝙蝠病毒RNA的亲缘关系最接近 好 同意我们要的是X 还有蝙蝠病毒 所以请问同学 跟这两个来讲 他们两个来讲 算基部在这边 离他们最近的是谁 X X是最近的 那你说老师 甲乙牙根啊 没有朋友 同意那些都比较远一些些 你要再强调一次 不要直接看直线距离 你要看的是这个线段 这样的线段连接起来 才是他真正的变异差异性 你不能跟我说 老师 甲跟蝙蝠好近哦 同意错哦 这个是错的概念好吗 务必要看实质上有画出线段来的部分才算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写上心地 才是最正确的答案 OK 好 然后再来往下看下一个题组 那下一个题组非常棒 我很喜欢 那我们要先解释一下49到54题 这个大题组很强很强 来 这么说好了 而测量血液流数的血流仪 是以都普勒效应为原理制成 都普勒效应大家知道吗 这个在物理学上算是相当基本的 好 那接下来 血流的感测器 频率为F的 深波或光波入射到血液 那接受到的反射波频率为 F加上ΔF 那它会跟血液的流数 可近视值成正比 好 也就是血液流数最越快 那个ΔF应该就要是越大的情况 那么来看图21 这张图 研究 探究 饮酒 对于血液流数影响的监测曲线 好 那从来看一下这边 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这么说好了 我刚刚看到 当然啦 要讲解之前 要先简单看一下 要先阅读 把事情搞清楚 所以这边有一个东西 我很喜欢 它说有一个所谓的高频低幅的成分 跟低频高幅的成分 好 所以它这边有写哦 路途21所是 好 它写得非常非常的强 那前者为低频高幅 后者为高频低幅 好 那同学这个不行 有些人一看 哦 老师头好问哦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来 你仔细看他的文字 你真的看得出来 首先我们先抓 低频高幅 也就低频率高正幅 那就这一条线 有没有看到 这就低频率高正幅 那什么叫做高频低幅 高频低幅 高频低幅就这个 这就高频低幅的情况 OK 好 那同学 这样子我就先擦掉了 大家了解他的状况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 好 那首先 49 50 这个基本上都是 还有51 都是化学或物理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到52 52题是这样的 来 他怎么说 他说 根据生物学的知识 血液流速中 高频的成分FH 主要是由下列 何者的作用 或机制所影响 来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FH 在干嘛 这就是FH 大家可以看到 来 这样就是FH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好 那你稍微去计算一下 你会发现 大概平均来讲 10秒钟里头 这样大概有 123456 78 9 10 11 12 可能13 14 好 大概算个数字好了 可能大概14下好了 那10秒钟就这么多下 乘以6 那就多少 64 64 84 84下 对我们觉得这个很像谁 很像我们一分钟的心跳数 尤其饮酒玩 大家也知道嘛 面红二次 有没有 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人心跳加速了 对基本上高频的成分 这个是这样的 是由心跳的影响所致 呼吸不太可能 一分钟你呼吸大概15到18次 也许到20几次就很高了 排泄 酒精发酵 能量发生 似乎都没办法找出这样的一个时间性的规律 好 因此C 诸一我们就不了解 不参考了 好 再看五三题 他说 图二三 这是血液抹片图 请问血流移呢 射入一个波长800奈米的雷射光 则反射波 主要由下列核色所反射 好 那同样就是问你说 请问里头最主要的是谁 同学以后最主要你会发现是 红血球 红血球 占大部分所能看到的部分 所以答案是A 你们说老师为什么不是水 同学如果是水 那很多东西都有水 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差 恐怕红血球会相对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好 再来下一个题目 这个真的出得蛮棒的 他说 目前今天把这个雷射光 精准的射入器官的 动脉尾血管跟筋脉 然后推测出他们的 雷射光频率变化分别是 Delta FA Delta FC 跟Delta FB 根据血管的功能 管壁弹性 厚度 管腔的大小等因素来判断 你看他故意讲很多 其实我们重点再强调一次 这次是要测血流的速度 所以我管理什么 管壁厚度 弹性管腔的大小 我当然要判断是什么 流速啊 流速啊 所以最正确答案应该是怎样 动脉的流速是最快的 其次呢 静脉的流速 然后谁最慢 微血管的流速 所以这一题的话 你的大小关系应该是写上 Delta FA 这个是最高的 大于Delta FV 静脉是其次 再来大于Delta FC 微血管最后 你也可以相反过来写 注意那个叫做大于小于的符号 不要写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五四题的答案 再来呢 我们看后面这边 你会发现就跟生物学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了 所以我们讲解就只到这里 大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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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